人工智能的伦理道德 众所周知,人工智能正在迅速普及, 并且它的技术能力发展已经远远超过了道德治理框架的创建速度。 然而,随着人工智能的运用场景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 这种情况或许会慢慢改变。 用谷歌搜索信息,已经成为数百万人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但很少有人会在按下搜索按钮之后, 思考这个动作背后的算法是如何执行的。 举例来说,如果你搜索大学教授, 大部分显示的搜索结果都是白人男性。 作为全世界最热门的搜索引擎之一, 谷歌的算法非但不是中立的, 而且长期以来就存在着明显的偏见。 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当然,谷歌并不是唯一的负面案例。 另一家科技巨头亚马逊也曾经因为它开发的招聘软件 会降低女性的录取比率, 而不得不进行停运整改。 2016年, 微软也因为它推出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Tay 在社交网络上发送带有种族主义的言论, 而不得不接受调查。 随着科技的进步, 人工智能技术在聊天机器人等领域的应用 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 为了确保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安全正确地应用, 对于人工智能的管制机制 还有待进一步地完善。 随着人工智能的普及, 它正逐渐成为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种情况促使人们呼吁 建立一个道德、公正、透明的管制框架, 来减少人工智能可能会导致的偏见。 Critishama是英国会计软件公司 赛捷的机器人自动化和人工智能业务副总裁。 他表示, 因为人工智能是人类发明的, 所以它天生就会带有人类身上普遍存在的某些偏见。 而如果这些偏见不受监管, 同时机器本身还在不断地重复学习, 这很有可能会使这种偏差越来越严重。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 我们是可以通过干预来纠正这些偏见的。 除了数据隐私的保护以及数据的使用外, 要打造符合道德标准的人工智能的难关, 往往就是建立道德标准本身。 我们必须加以正确的引导, 才能真正满怀信心地去挖掘并释放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全部潜力, 同时依靠技术突破来推进信息系统的发展。 沙玛说道, 你必须确保为算法设定正确的目标、价值观以及使用意图。 你要知道,重要的不只是完成任务, 还必须要采取正确的方式。 对于会计等专业工作来说,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类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任的建立。 如今, 沙玛正在积极推动一项被称为负责任的人工智能的项目。 她的不懈努力获得了联合国大使以及奥巴马基金会的认可。 她说道, 当我刚开始宣传这个项目时, 许多人甚至从未听说过人工智能。 他们通常会说, 你是在为机器人争取权利吗? 然而, 现在人们正在逐渐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政府在人工智能中的作用 沙玛认为, 创建了人工智能的道德伦理框架后, 我们应该重点关注的, 是不能让开发者根据具体项目来自由选择是否采取治理标准。 开发者需要认识到, 伦理标准是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便需要组织机构的高层 以及政府去主动承担责任。 其实, 一些政府已经开始采取相应的行动了。 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者之一, 英国政府就为此建立了数据伦理和创新中心, 沙玛在其中担任理事的职位。 该中心在近期 还招纳了牛津大学哲学和信息伦理学教授Luciano Floridi, 而该中心的核心任务就是为英国建立人工智能道德伦理框架。 中心的主要工作, 基于英国上议院委员会所制定的五项原则。 这五项原则还借鉴了著名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 在1942年提出的《机器人三定律》。 根据委员会制定的第五项原则, 人工智能不能拥有毁灭人类的力量。 这项原则在新南威尔士大学杰出教授Tobie Walsh的《有关 禁止杀伤性人工智能全自动武器的请愿书》中也有所反映。 无独有偶,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近期也公布了一系列准则, 促使金融行业以公平、道德、负责以及透明的方式 应用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技术。 澳大利亚也正在向这一方向发展。 联邦政府强制要求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的Data-61研究所 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3A研究所联合开发道德伦理框架。 在英特尔公司前高管Genevieve Bell教授的领导下, 3A研究所以及Data-61研究所将在2022年之前 为认证的AI从业人员创建一门相关的课程。 澳大利亚还有一家致力于开发人工智能的机构, 就是澳大利亚机器人视觉中心, Australian Center for Robotic Vision。 这是一个由多所知名大学组成的协作中心。 该中心的首席运营官Soo Key博士认为, 有两个关键领域可以纠正人工智能的偏见, 并更好地解决伦理问题。 数据的质量和数量, 以及共同参与开发AI算法的研发人员的多样性。 数据、多样性以及人工智能 Key表示, 人工智能的应用需要依托于开发时所提供的数据集, 因此,只有使用的数据不存在偏见, 算法才会保持中立。 算法的开发者必须确保使用数据的完整性, 并且数据应该足够丰富, 并且要真正做到能够代表任何样本。 举例来说,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调查了某个收入预测系统, 并且发现这个系统将女性列为低收入者的可能性 是男性的两倍。 如果系统所使用的数据集增加十倍, 那么分类错误的发生率就会下降40%。 Key说, 另一个常见的案例就是, 如果人们通过机器人来判断复兴人员是否能够获得假释, 那么有色人种将很可能会遭到严重的歧视。 这或许是因为我们所提供的历史数据中的确有很多类似的情况, 我们在判断有色人种是否能够获得假释方面存在一定的偏见。 还有一点就是, 我们要意识到偏见是确实存在的, 然后设法找到一种编程方式, 可以在不受这些偏见影响的情况下来完成目标任务。 Key引用汽车碰撞试验的案例来阐述自己的另一个观点。 那就是人工智能开发团队成员的多元化, 有助于消除偏见并实现更好的设计。 他说道,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汽车的安全性能一直都是通过碰撞试验假人来检测的。 但在几十年后, 研究人员却注意到女性和儿童在汽车事故中的受伤几率偏高。 后来他们才了解到, 碰撞试验假人的原型是标准美国男性的体型, 而负责进行这些检测的工作人员正属于这类人群。 我认为在人工智能方面, 相比规范性框架, 更重要的是组建更加多元化的团队来开发这些人工智能技术。 透明度与商业性 在商业环境中, 大众对信息透明度的要求与科技型企业保护知识产权的愿望之间存在潜在的对立冲突。 他表示, 随着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 这些企业倾向于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 并不愿意公布算法的具体内容。 不过, 算法确实需要不断地测试改进, 并向受其决策影响的人员保持透明。 这方面正是政府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领域, 因为他们可以制定管理的框架。 沙玛认为, 对暗箱操作持反对态度是不容置疑的。 他说, 科技行业总有非常聪明的人, 他们其中一些可能会说自己的算法非常智能, 以至于我自己也无法解释。 可我并不这样认为, 我知道有些算法很难解释, 但却依然可审核和可追溯, 这是基本原则。 作为人工智能的倡导者, 沙玛认为, 人工智能已经无缝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但大家却不会注意到算法, 也不会质疑算法。 为此, 我们首先需要建立一个符合伦理道德 且相互信任的基础框架。 他坚持认为, 人应当有权调查和质疑人工智能的算法, 而且这个框架应适用于所有人。 沙玛正在针对人工智能应用程序, 开发一种被他称为偏见检测的测试。 这种测试将用于人工智能产品发布前。 既然我们已经在做网络测试, 那么为什么不能在发布之前进行一项偏见测试呢? 沙玛认为, 就像企业和政府在其他领域设立道德规范, 健全的伦理道德框架将成为推动人工智能 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 他说道, 符合伦理道德的新技术, 不仅仅是锦上添花, 它也将成为业务的重要驱动因素。 人们总是倾向于向自己信赖的公司购买产品, 这同样适用于人工智能, 因为它会逐渐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人工智能的五项原则 乃至社区的数据权利或隐私。 所有公民都有权接受相关教育, 以便能在精神、情感和经济上 适应人工智能的发展。 人工智能绝不应被赋予任何伤害、 毁灭或欺骗人类的自主能力。 人工智能绝不应被赋予任何伤害。